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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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是雙身信箱 手寫的溫度 一言一句 不用啊 看來不是這一點講完尷尬欸 我講說手寫的溫度 然後你要去分享心思的好地方 下一集我們會好好講好了 其實有跟很多的粉絲 去做所謂的真劍投稿的部分 那這一集的話其實是分享大家的 出櫃的故事 然後還有一些特殊的姓氏 想要跟我們分享 殊不知不如我們的預期 姓氏的部分 大家真的不太敢說 這一次雙身信箱收到的信件 哇 因為有三封 不是只有三封耶 現在的社會其實比較少人 會願意收寫 更少更少的人 會願意就是分享自己的故事給別人 所以我們非常感謝這三位非常有 那我們現在呢 要來開箱我們的第一封 來自JT的信 我看完的時候 其實我眼眶是凡淚的 JT呢前面他寫了一大段 就是說先感謝雙身 辦了這樣一個雙身信箱的主題 對 我們在做YouTube頻道的這個 這一個初衷 其實是可以分享更多資訊的 在他的這封信上 我覺得我有看到 從小他媽媽就是一個 顏母 就是非常嚴格的母親 所以他在高一跟高二的時候 他談了一個三年的戀愛 他跟他女朋友分手了 所以他就決定要先跟他爸爸出軌 我們兩個出軌的時候 第一個是會先選擇 比較好溝通的父母下手 對吧 那時候你是選擇誰 爸爸 爸爸比較管我們兩個 不管是打球或很多生活的事情 他是最在意我們兩個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跟他講是 最有必要的 我會選擇爸爸的原因 所以我覺得 比起爸爸跟媽媽的話 我覺得爸爸的接受度會比較高 他說他爸爸下班的時候開車來載他 然後那個晚上說出軌的這件事情 然後最後呢他爸爸就說 沒有要你一定要結婚啊 也不一定要喜歡男生啊 原來他沒有想到就是在這麼簡短的 在車上跟他父親的對話 就完成了他的出軌 那其實跟我們當初 跟我爸出軌的時候的狀態其實很像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我們是用email去出軌的 但他是直接當面跟他爸講 當面跟他父親講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很勇敢的事情 爸爸既然已經成功出軌了 他想說你一定另外一個計畫 是他要跟他媽媽出軌 計畫感不上變化 當時交的那個女朋友出了一場車禍 被送到了急診室 他還沒有來得及 要跟他父母出軌的時候呢 他就跟他的雙方的父母 就在急診室見面了 急診室的時候 他接到了他女朋友弟弟打來的電話 上面寫成是 Baby的弟弟 他就直接把手機丟給他媽接 然後他說就這樣 我出軌了 他不是用最直接的方式 而是把手機丟給媽媽 我覺得這算是蠻高招的 對了 我們現在還在一起喔 我們相愛了七年 這件事情之後 他相信他的爸媽 其實已經經歷了非常非常多的 自我懷疑和難過的日子 甚至聽我妹說 我媽認為是因為他小時候 全家去泡溫泉的時候 看到我爸的裸體 他打到便是喜歡女生 超可愛的耶 就是他媽媽去彩測的原因是什麼耶 Come on 誰還記得那個畫面啊 好可怕的 我就說 真的耶 我如果看我爸的裸體 我真的嚇到了 他現在啊 他媽還是會跟他分享說 他看到了哪一對同志的情侶 或什麼啊 生了多少 就是生小孩花了多少錢 然後愛他的女朋友 跟愛自己一樣 非常快樂的結局 我想請雙生 對我的爸媽 還有我的妹妹喊話 謝謝你們的愛 讓我成為了我自己 也希望現在的我 有讓你們感到驕傲 還有 阿婆我愛你 謝謝你陪著我 八年了 未來在一起努力 我讀別人的線 我讀成這樣子 感同身受 就是 不管你在出櫃的時候 故事是快樂 或者是 是一個很革命的東西 但是 我們兩個在讀你們這封線的時候 就是我們腦中的畫面 最後最後感謝雙生 我知道你們就是 有經營YouTube頻道 然後IG 常常看到你們 希望你們繼續加油 謝謝你們發起這個活動 把這個 她愛她父母 然後謝謝你們 最後可以接受她的 這個資訊 就是 藉由我們這個頻道 然後去 讓大家知道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是謝謝 JT就是 的第一封信 第一個當然是很感人 尤其是我妹剛剛 就是這個大哭的部分 我心裡有料到 然後 跟我們兩個小時候很像 也跟我們現在 在做雙生頻道一樣 很多人都會視訊跟我們說 就是我們之前跟父母出櫃那一集 或是什麼 他們會拿這支影片 去給他的父母看 我覺得我們好像在幫一些 不敢出櫃 或是不敢講這些事情的人 有一個暗喻的方式 或是有一個 好像前面可以可參考的資訊 好 JT 的爸爸媽媽 還有妹妹 如果你們有看到我們這集的話 我們想跟你們說說 你們太棒了 謝謝你們 願意 在這個時代 然後給你自己孩子這樣子的支持 謝謝你們 你們很棒的父母 還有家人喔 現在我們是稍微有一點嚇到 不知道以為裡面包的是燒餅 工作人員收到這封信的時候 有一支孔 燒餅會有一點 這個比牛舌餅還厚 彰化縣陸港鎮 的一位洋同學 在閱讀的過程中呢 我真的 閱讀得非常上心悅目 因為你的字真的非常的好看 首先必須是 他在一開始時候把我的名字寫錯 對 沒錯 Y I E 現在目前是說 他是在民國93年的左右 知道自己的形象 年紀可能跟我們兩個相仿 或者是在比我們再大一點 他生於台東的某個原住民的部落 前面開頭的第一段就是在講 他有關於台東還有原住民 他們整個部落 就是對於 性別 還有宗教信仰這件事情 對於他的性向是讓他 沒有辦法讓別人知道 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段壓抑 那這段壓抑 他完完整整的寫了一張紙 其實我們兩個小時候也有 因為宗教信仰這件事情 有被某些宗教信仰的人 就是去排斥我們的性向 就是說我們的這個行為呢 是 撒旦的孩子 整個部落都是這樣子的 一個宗教信仰之下 覺得自己就是 我是惡魔嗎 我是生下來 我就是一個 一個 怪人嗎 或什麼的 他終於有一個同事 也是像他一樣 像這樣中性的女孩 他用這種很像暗喻的方式 自探他媽媽對於像這樣子短頭髮 中性的女神 會有什麼樣的想法 最近新來的同事 跟你一樣是這麼短髮 隔壁部落的那個小王 他的頭髮很短 對 然後 一開始講別人這樣 然後他就說 對啊 你不覺得他很酷嗎 他這樣很酷嗎 然後他媽可能就回他說 酷什麼 對話最後是說 我們所信仰的宗教 這是有罪的行為 你不可以跟女神交往 在16歲的時候 他想要逃離這個 有點類似原生家庭 他想要離開這個地方 他不想要再部落了 所以他來了台北之後 他真的發現了 很多跟他一樣 就是同性的朋友 他終於交了第一個女朋友 好那台北呢 其實還是會有很多人 對他有一些 嗯 歧視啊 因為那個時候那個年代 我相信我們兩個 大學剛上台北的時候 我覺得也還是會有類似像這樣子 什麼去上廁所啊 或什麼阿姨啊 就是會說 欸你頭髮幹嘛剪那麼短 或是說一些不男不女的東西 出櫃的這段階段裡面 他從來都沒有想過 他的妹妹會是如此的挺他 完全似曾相識 因為以前他寫信 被我媽抓到的時候 我媽都會來問我說 阿妹妹是不是還在跟那個什麼 XXX 在聯絡 在交往 XXX 還在寫那個交換日記 蔡憲哲人的時候他就會說 我自己去問他 他說 她妹說 你自己去問他 不要問我 他每次感到很失落很憂鬱的時候 他聽到這些對話的時候 他還會覺得 欸 在 至少在家裡面好像還有一個人 站在我這邊 然後後來呢 他就進入了一段戀情穩定了 對方決定要搬來我家 然後他說他也禮貌性的 像他的父母提起了這件事情 但並未透明這段關係 還不能接受然後就要直接住進去人家家裡 對 就這稍微是比較 是衝動一點 好 然後呢 後來這個女生他真的住進他們家了 可是他媽媽呢 會常常會有給他一些那種什麼 就是可能叫他去做事啊 講話不耐煩 很明顯的天然 然後是用態度在打壓你想要把你趕走 我覺得你以前就是有這樣 你曾經有被我同學的媽媽就是 只是因為打工 所以你曾經也住在一位 因為你有家也是被這樣 一起在看電視的時候牽手 兩個人住在一起會情不自禁 然後媽媽可能經過的時候 你就要這樣 彈開這樣子 你知道什麼嗎 不想要在這個環境在 就是住在這邊的話 他們兩個決定要出國 然後他媽就會說 付費用你要自己出貨什麼 blblbl一大堆之後呢 要出國那天 他媽媽 打了電話給他 短短三分鐘內 媽媽發洩了所有情緒對我 當時我受夠了這樣子的情緒 感到憤怒排斥 只有回應一句 給妹妹聽 然後就掛了電話 一年又三個月沒有跟家人聯絡 到了他覺得 自己的簽證時間也快要到了 然後就決定要跟家裡聯繫 家人好像也是好像沒有什麼事情發生過一樣 他女友兩公了 你明明就是跟我站在一起的 我們兩個一起逃離到國外遊學 然後你怎麼現在又開始回去跟你家人聯絡 是不是你後悔了跟我來國外或是幹嘛的 這個女生就開始不准他跟家人聯絡 然後也不准他跟他排斥的朋友一起出去 他女友在國外出軌了 覺得剛好今天整理到齊然後他就回去回國之後 他家人一樣對他還是沒有包容 然後他一直在選擇性的逃離很多的狀態 後來他又跑去了打工換宿 大家都想要選擇躲在櫃子裡面 大家都會想要逃離這個情況 可是你有想過一件事情嗎 是你自己把自己鎖起來 還是願不願意跨出這一步 結果呢我要跟大家講就是他是怎麼出櫃的 他有一天他回國之後 他打工度假也結束了 媽媽開著車載著他還有他妹妹 兩個人在三個人在車子裡面 他就突然對他媽媽說 媽就是我喜歡女生 我沒有不正常 然後他媽就直接回他說 嗯好我知道了沒有關係 好像空氣凝結的這一分鐘以內 就把櫃出完了 我相信第一個是他的父母 其實也花了很長很長的時間 去感受到有一些不對勁 然後到最後慢慢去接受 非常非常淡定的口吻去 回答自己的女兒 好像也就是嗯好我知道了 可是其實他在那前面 他的內心已經經過了非常非常多的思考 當事情沒辦法溝通的時候 先拉出一些空間 讓彼此都先美好沒關係 但是你一定要記得一件事情是 你一定要有一個能力是照顧自己的 讓自己更好 然後讓自己有能力照顧自己之後 你可能可以跟父母先稍微拉一些距離 透露一點點小小的資訊讓父母知道 然後也給他們一些時間 在他對抗的過程中 他真的也因為壓力夠大的狀態而進了醫院 日子逐漸平緩之後 他也決定把自己躲在櫃子裡面之後 他終於有一天跟他媽媽講 他媽媽回說 我知道啊 我不贊成也不反對 這是我第一次正式面對面的對著我媽說 我自己的性向 即期盼多年的一句話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出櫃這件事情 可以用不到三分鐘說完 後來我想想了很多時間 都是因為我自我的框架阻擋了自己 當我自己相信了自身 就不會輕易的被外人影響自己的目標 還是有順利的出櫃 跟他自己的媽媽探承 雖然媽媽沒有很表態的接受 但我覺得 這一切狀態都一定會越來越好 他原本都是用那個原子筆 現在最後但是有一個用鉛筆補寫的 我覺得好像可以念出來給大家聽 知道很多人正面臨著這個問題 希望藉由你們的社會影響力 傳導正面友善 讓更多人知道關於同志的事情 也謝謝你們今天持座Youtube 才讓我們有機會能夠更了解你們 感謝楊同學的這一封非常長的信 我覺得要能寫這麼長的信真的厲害 看待這麼厚的信 我反而覺得它是一個抒發情緒的方式 接下來我們的最後的第三封信 它是來自台中 台中的一位 這位朋友叫做Joanna 這封信我覺得比較輕鬆一點 就是他問的問題是我覺得比較 感情 他本人是P 然後他交往兩任 都是軍人的鐵梯 然後他覺得其實他會喜歡女生的 最大共通點的話就是溫柔 兼具帥氣 然後他想要分享他跟朋友們出櫃的故事 他是無意間在發生一件事情當中的時候 被他的朋友知道他是女同志 第一任交往的時候 他們兩個人認識兩年半 偷偷地交往了 所以他們沒有公開 交往的過程當中 他們覺得彼此好像不是很自在 所以就在交往半年後 還是就分開了 過程當中從來都沒有跟別人提起說 我們兩個是伴侶 分開後的第13天 他就直接跟同班同學的 一個簡稱為A女的就交往了 所以也是滿花心的是不是 就我看來就是他的解釋 是他覺得是因為價值觀 還有相處不自在的關係而分手 但是我怎麼看都覺得是 PETER嗎 還是小櫥櫃嗎 就我看起來 因為我覺得跟一個人分開 然後13天就另外 馬上跟別人交往這件事情 是不單純 我小時候也做過這種事 然後他說他後來畢業上了大學 然後那個T就跑去當兵了 一年之後就跟他聯繫上T 就跟那個女生說 A女他跟別的男生上傳 問他怎麼辦 如果是我 乾我屁事 反正他那時候當下想法 他也沒有想什麼 他就覺得說 就只是跟一個自己認識4年的好朋友 就給他一個建議這樣 過了一個禮拜之後 那個A女就發現了 軍人鐵梯跟 就是這封信的女主角 在兩個人在聊天 結果那個A女呢 就直接在現實動態裡面 直接公開的標了 他跟那個軍人鐵梯的那個 兩個人的帳號 然後就直接發在他們的線動說 我承認我這樣很幼稚 不是但你們私下幹了什麼事 真的是笑死耶 然後裡面的內容是 他跟前任說 你是我唯一一個 分手後還跟我當朋友的人 分手後當朋友 但是確實因為這個 這段話 就是有透露出他們兩個曾經 就是有交往 莫名其妙就在這個A女的一個 算是一個 復仇的行動的限動裡面 就出櫃了 公開出櫃這件事 是由別人說出來 而且還是從社群網站上面 但是這件事情對他打擊很大 他也沒做錯事情 然後讓他覺得很無地自容 但是他有講了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 我很感謝我身旁的朋友 都願意相信我的為人 給我鼓勵 才能盡快地走出這個陰霾 現在跟他的第二任女朋友 恭喜你交到第二任女朋友 交往一年多 然後鼓起了一個勇氣 就在他們兩個交往 一週年的時候 他在他的IG發了他們兩個罩 終於敢發了 但他女朋友還不敢發 身邊的朋友都已經知道了 然後他相信他們可以 為彼此鼓勵跟打氣 我想要問你們一個問題 就他現在跟他第二任女朋友 就是交往兩個月嘛 其實是遠距離 也沒有吵過架 遠距離之後又見面了 然後他說 感覺已經沒有像一開始的熱情了 就是對他只有像朋友 但是心裡一直惦記著我的好 問我該怎麼辦 他說我還是很愛很愛他 所以我回他說 給他一個月的時間再看看 這是平淡期 還是要分手的前兆呢 對於遠距離的部分的話 我這邊建議 非常正面的 你這樣子講 我也是很同意耶 對 我感覺他年紀頗小 到我們這年紀會直接說 遠距離我沒辦法 你需要他的程度是什麼 你是一個很黏人的另一半 如果今天是遠距離 你沒辦法看到他的時候 那你要怎麼樣去 讓你們兩個中間 去得到那個 遠距離之間的維繫方式 有一些人一定要有面對面 有一些人可能只要訊息 或者是一些電話 他就可以獲得在感情當中的 那個感覺 是沒有對跟錯的 一定不會是 你只會經歷這一些 看到影片你們回應的時候 可能就已經解決了這件事情了 但是還是要問 我們就是可以給一些 也許 因為現在應該已經分手了 現在應該分手了 你已經在那邊亂講 搞不好 他就說我們已經解決這件事了 他說解決這件事情 不代表說他們和好或是分手 今天兩個人相處在一起 然後我們兩個這樣 但是他講了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他說只有朋友的感覺了 我如果聽到這個 我絕對直接分手了 這段愛不是互相的 那你自己如果還很愛他 我覺得你要慢慢的去改變成 去改變自己的心態 放空自己 再去接納一個新的感情進來 因為畢竟我覺得 他說對你就只是朋友的感覺 你不能再一直對他 拿起那個愛情的感覺 我覺得這樣的時候 對你自己會是比較好的 在這邊一律告訴大家 如果有你的另一半 或是你喜歡的人 他對你說這句話說 我現在只有朋友的感覺 只有家人的感覺 那強烈建議 一律就是分手了 女士不爽 你活到33年 多少人對你講過這句話 然後每次都是不是好的結果 好啦沒關係啦 那我們就謝謝就是 最後這一封就是 Joanna的這封信啦 那我覺得其實就是一個 比較輕鬆的一個小故事 感謝這次大家花了 這麼長的時間收看 就是我們的這個雙生信箱 還會有其他 募集信件的內容 就在下面資訊欄 給大家我們的主題 還有我們希望 大家可以跟我們分享的故事 有什麼 收到信之後呢 雙生一樣會收寫回信給你們 然後同時也會 擷取一些不錯的信件的部分的話 我們會在雙生信箱上面 就是像今天這樣的分享 那我們的頻道呢 下次見囉 掰掰